在這裡 好,如果大家想喻了你的咪高峰 即是你關了咪高峰 你喜歡繼續開咪高峰也沒關係 所以就沒關係 其實我們很隨便 其實我們Empower Me 其實我們是,就像我一樣 我們叫Mentor Empower Me 對,Empower Me 我們其實是Charity 即是我們不收錢的志願機構 好像MCP一樣 以及感謝MCP 今次有機會讓我們來這裡 和你們分享這個WebShop 我們會去不同的地方 像今天我們會去你們的中心 雖然我們去不到你們的中心 我們是virtual 我們現在在網上 但我們平時會去不同的中心 講解如何省電、省能源 我們是免費的 今天有幾件事 像剛才那樣 我們會了解電費、水費單、天然氣單 然後就會講一下你的錢用到哪裏 還有另一方面就教你 如何用少一些能源在家裡 還有最重要就是 如何把你家裡整得舒服 還有最重要就是安全 剛才也講了幾件事 讓你家裡更加安全 我們一會兒會講 我們這方面真的因為我們是免費的 還有我們有這麼好的計劃 我們因為感謝這幾個贊助的機構 他們是卡加利的市 Energy Efficient Alberta 還有AppGo 他們這幾個就分給我們 讓我們可以來到你的中心 去講這個講座 為什麼我們要省水、省電、省天然氣 其實就像剛才所說的 因為我們不僅可以省錢 因為我們一用我們的能源就要付錢 還有這一方面就是 其實我們用能源的時候 其實我們現在大部分時間都是用化石能源 就是石油、煤等 所以其實它們每時候就會放出一些 Green Hill Gas 就是二氧化碳 其實二氧化碳方面會 其實我們燒化石燃料的時間 都會令它們的空氣不好 那你也知道最近的空氣都很差 但是因為最近是關火的 但其實平時有些地方 好像其他地方、國家的 它們燒很多煤 或者用很多化石燃料的時候 它們的天氣都比較差 所以其實一方面我們可以省錢 另一方面我們會省能源 令它們的天氣、空氣會好一點 另一方面就是其實這些都是 全部都是一些很好的資源 這些資源其實如果我們用完的話 那我們下一袋呢 其實它的酸、塞 它們就用不到 而且你也知道 卡尼很漂亮的嘛 但是如果我們破壞了環境的話 它就沒有那麼好的環境去享受 所以其中一個使命就是我們用少一點 我們就可以留給我們的紫紫酸酸 讓它們繼續享受這麼美好的環境 在這裡我們有幾樣東西 在這裡我們就講一下我們的錢去哪裡 我們的能源去哪裡 我們有級級巡機 然後我們平時有很多不同種類的 有雪櫃、有洗衣機、有焗爐、風筒 又有暖爐、電腦、洗澡、水、焗爐的東西 這些全部在家裡大部份都有的 這些全部都是用能源 亦都會使用能源 所以我們要付錢 所以這大部份的東西 我們稍後會有幾樣東西說起 如何省錢、省能源 在家裡這不是大部份的時間 這只是我們大概在家裡 我們所用的能源的百分比 大概我們會用六成左右 在我們的暖爐、暖的家裡 用六成左右 我們大概用25%左右 兩成左右 兩成多一點在我們的熱水爐 那兩個在一起 都大概用九成左右的能源 就是八成八 所以九成左右的能源 就在暖爐和熱水爐 其他部份可能一成左右 就是用我們的雪櫃、洗澡、焗爐 大概少一點在燈上 以及其他東西都會用到 所以今天我們好像剛才所說 我們今天大部份的時間會在暖爐和熱水爐 因為他們用很多的能源 所以我們今天會集中在這兩部份 其實我們家裡 除非你用保鮮紙包裝 要不然整間房子一定會有洞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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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洞 其實有一樣東西特別的,看來大家,其實原來我們的電掣是因為外面的 所以其實我們的電掣有時候,如果太冷的時候,你會發現它們很冷 因為電掣其實也會流風,所以如果越多的電掣就流得越多風 其他部分,例如我們的窗門也會流風進來 藍色代表冷風流進來,紅色代表家裡的暖氣流出去 有很多部分,例如我們的廁所裡的風扇也會流出風 有時候我們的角樓也會流出風 而且我們會在窗門和門也會流出風 所以稍後我幾個PowerPoint也會說,如何把窗門和門封密 令風沒有進入 其實屋的設計,無論我們怎樣封密也好 因為安全的原因,一定會流出風 就算是我們真的封密的話,它也會有機會流出風 所以有時候我們發現,好像有感覺很悶的話 其實也未必需要開門,開風扇 其實新鮮空氣不斷都會循環,流出來,流出去 所以其實有時候,冬天太冷,也未必需要開太多窗 不過有時候感覺,不過每個人的感覺都不同 有時候太焗的話,也會開一點 不過也不需要開太多 因為如果太多的話,風就會流出 或者冷風就會流出 令暖路需要多用點電,或者用多點天然氣 然後呢,這裡有幾個幸運器 舊的房子的話,就有這些傳統的幸運器 那這些傳統的幸運器其實都可以的,很好的 那但是呢,他們的幸運器,其實你看到 可能舊式一點的話,其實他們都不太準 因為他們其實,理論上他們可能去到60 即是當你去到,你去到20度 那可能他們有時候去到19度,或18度,或17度 其實不太準 但是,舊式的房子大概有這個舊式的幸運器 這個是比較新的 這個是電子的 其實它跟舊式的功能一模一樣 但是它就比較漂亮 有一個螢幕在這裡 你看到,大概這裡有72度 平常我們攝氏的,可能20度 其實它保持得不錯 它保持溫度也不錯 而且它有,你知道你教20度就20度 這裡其實,舊式的那些就可能 你猜猜一下 可能20度的時候,其實都可以教20度 但是電子的功能很好 那這裡呢,這個就是最好的 即是我們,如果你可以安裝到 不過你安裝的時間之前呢 就問一問 即是如果你真的有機會 或者有想轉的話呢 就問一問 即是平時,可能 那些 Home Depot 即是Lowes 可能問一問他們 你適不適合在你家裡 因為其實有時候呢 除了不只是換這塊東西 這塊東西 其實呢 去換的話呢 其實可能會 就是會令到 可能整個 家裡的系統呢 可能需要有些東西更新 或者需要有些東西去換 所以你換之前呢 要問人 或者是一個公司 要問一問他 你轉 行不行 因為不想你買了一樣東西 然後回來 就發覺 不行了 那這個呢 就是最好的 這個是可以 意思就是 你可以 你可以 加入一些程式 的意思就是 其實當你 可能你上班的 或者是 可能你出街的 可能每個星期 或者是你中心的 那你每個星期呢 你就可能星期三 當你星期三 下午 下午1點至4點 不是在家裡 那你就可以教 他1點至4點 他就會 關閉了他 那 那他呢 你不是在家裡的時間 他就關閉了他 然後或者是 可能星期六的 你平時可能 早上去喝茶的 或者可能 跟家人去街的 一定會的 可能9點至6點 下午1點 不是在家裡的 那你就教了 那你當你教了的時間 他就會自動關閉了他 那你當你回來的時候 他自動關閉了他 那你當你回來的時候 那幾個小時呢 沒有人在家裡 那他就 關閉了他 或者他可能教 低調的溫度 那你沒有人在家裡的時間 那就省了很多 很多能源 那這個 那這個 是最好的 因為他 你可以設定到時間 你不是在家裡 那就不用了 因為如果沒有人在家裡 用的話 就很浪費能源 所以沒有人在家裡的話 就可以靠低調的溫度 那這個呢 就是 智能一點 就是智能一點 像我們現在的智能手機一樣 那樣 可以下載一個APP 然後 他又可以知道你 什麼時候在家裡 什麼時候在家裡 然後他就幫你調整溫度 那這個就是智能版本 那又是好像剛才所說的 你可以 設定一個時間 就是 啊 我平時 可能一三五是家裡的 下午 那他就幫你設定了 那一三五呢 就幫你調低溫度 或者是 整整整是 適合了 那他就 省了很多電 不過來提大家的一件事 如果你真的去旅行 去很久很久的話 就是 去郵輪啊 那些很遠 那幾個星期那些 尤其是現在 大家去不了旅行 所以就 可以幻想一下 很幸運 那 那 如果你幾個星期不在家裡 或者很久不在家裡 尤其是冬天的時間 盡可能 就不太適合了 暖去 因為你適合了暖去 其實如果裡面太冷的話 其實可能有時候 有些水管 或者其他東西 可能結冰 其實是不太好 所以盡可能 就算走的時間 離開的時間 可能都是 留在低一點的溫度 可能14 15度 最少是暖一點 不是適合了 因為適合了之後 可能一兩個星期不回來 好像去年 聖誕 好像去年 我們有些時間 是零下四天 一度 一整個星期 所以有時候 可能水管 或者水管 太冷 會爆 所以盡可能 如果是 旅行去得久 或者不太久的時間 盡可能就不要關掉 就調低一些溫度 可能14、15度 左右 保持暖氣 在裡面 那些管 或者其他東西 就不會有事 另一方面 我們會怎樣 剛才說過 我們 其中一樣 用得最多能源 就是這些 暖氣 暖路 其中一樣東西 其實門 和窗 很多時候 有些空隙 隙隙 其實如果 封密了它 我們就可以 不需要特地 換個門 因為有時候門 或者窗 用得太久 它都會有縫 所以 這個是很簡單 和便宜的方法 如何把門 和窗 封密 不好意思 因為這個影片 也是英文 不過我稍後會講解一下 可以看一下 看完之後 我可以再講解 如果你的門和窗 有小隙隙 和隙隙 你的家庭 可能會覺得冷靜 在冷靜 要疲開 可以測試 裝 去 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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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 你的房子 VSEAL weatherstripping 同样的方法 只要把中央的线线 到处理的线线 和用户线 就像是在外面的风 VSE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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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門的高度或者闊度 它有不同的闊度 有些可以厚一些 有些可以薄一些 其實你看一下你的門 有時關上門 它們能不能關上門 如果很鬆的話 可能會比較厚一些 不過如果關上門 就不能夠薄一些 最重要的是它有一個膠紙 你把門框清潔 用一些東西清潔 但是乾了之後 它其實有兩邊 一邊有貼紙 一邊沒有貼紙 有貼紙的一邊 就貼在門框上 你量一下幾長 然後量一下幾長 就這樣剪掉 很方便的 如果剪短了 就不要緊 可以薄另一條 膠紙那邊就黏在門框上 然後四邊黏完 很多時候就不要買那麼厚 可能買薄一些 因為太厚的話 有時門關不上 所以買薄一些 然後當你關上門的時間 很大量的時間 就會擋出風 流入或流出 這是很簡單的方法 把它封密到門 那窗呢 剛才有個V型型的那種 也是一個膠帶來的 那也是一樣的 你清潔了門窗框 因為有些窗呢 關窗的時候 其實也會有時會有點困難 有些很好的 有一個鎊 平常常常關了好一點 那些未必有的 所以我的V型型型也是 同一個理論 就是 它也是清潔在窗框 你清潔下去 然後呢 又是膠紙裏 黏在窗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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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方法便便宜很多 而且一方面 令到那些風 沒有那麼容易進來 或者出去 因為我們很多時候 冷風就是這樣 或者暖風就是這樣 走出去 因為我們有時 最多時間有很大 一條 我的經驗就是 我記得去年 去年的時間 不知道為什麼 無端端有個窗 開了好笑好笑 真的好笑 好笑好笑 我太太也會問 為什麼我們 在窗框開了 為什麼好像在窗框 經常這麼冷 我們發覺 以往好像沒有那麼冷 但我們又發覺 好像沒有什麼特別 是不是我們身體不好 身體散了 所以覺得經常冷 我們每次下去 就覺得很冷 然後有一天 我無端端找到 然後發覺 為什麼我們的電費 多了那麼多 應該是天然氣多了很多 比以往多一點 我們覺得 因為天氣冷了 因為去年有零下 四十多度 三十多度很冷 所以就冷了 然後一一無端端 進入床框 的時候 看看窗 不知道為什麼 無端端有窗 然後發覺 有一條窗 很小的窗 剛開了 可能小朋友真的開了 忘了關掉 然後我發覺 然後床框 就真的暖了很多 所以 一個小小的窗 都會很影響 我們電費 或天氣的費用 還有另一方面 真的很影響氣溫 剛才提到 我們有兩種不同種類 大部分時間 兩種不同種類的窗 有時候 我們可能 大部分時間 現在 新的大部分時間 都會有一些 雙層玻璃的窗 但大部分時間 可能現在 我們 舊層玻璃的好處 就是 舊層玻璃的好處 中間 雙層玻璃的好處 其實是 震控 雙層玻璃的時間 不會有 一些 不會那麼容易 冷在裡面 因為 其實 風就不會進來 因為 其實玻璃 它密封了 但是 它們的 即是 冷空氣 其實它們會 它們會 就算 它們隔了一塊玻璃 它們都可以 它們不是滲下來 但是 那些能源 能量 就會 因為透過玻璃 就會 進來 不是風 是能量 能量 會進來 所以 如果你有 雙層玻璃的話 就隔了一層 即是 冷空氣 就會在 中間 它們就會 進不來 還有 另一方面 尤其是 天氣很冷 我們又很暖 的時間 尤其是 可能 潮濕的時間 就會有 很多霧水 在窗門 那些霧水 其實如果 太多 潮濕的空氣 的話 其實會 令到 很容易 會有 很多 霧菌 在這裡 積聚 那些霧菌 積聚 的時間 對我們身體不好 因為 吸得多一些 發霧 的話 就會令我們身體不好 尤其是 有鼻敏感 或者有呼吸 到 不是那麼好的時間 其實 不是那麼好 所以 一會兒 我們也會 下一個 下一個 影片 就會說 有一個好的方法 就是 一層薄膜 按 薄膜 的時間 怎樣可以幫助 我們 好像 雙層玻璃一樣 雙層玻璃 很貴 雙層玻璃 特別貴 好像剛才說 有些 新的建築商 會用雙層玻璃 因為 一方面 真的 溫度 會保持得好 在家裡 單層玻璃 就真是 個 個 個 麻煩 一點 因為 一方面 可能冬天真的有霧水 另一方面 就真是會 如果外面太冷的時間 令到裡面都會好冷 那 不好意思 因為下一個影片 真的得英文 所以 我會看完之後 我再會講解一下 一方面 我會確認 一方面 兩方面 後 一方面 最多感動 一方面 正在 一部分 公分 一部分 千萬 在筆上用一 sacrificed film 先复杂和大小的白金 和风底面中的墙 几乎地装 compliance 我脸几乎得到一层的线油 还能复杂和流浮磨出 然后在底面中的湾和 width 放在一层的线上 删除了完全相关的 同时在整理当中的黄金 看在设定的输筹 徆�使用这些线的线上 先把线在线上的尾巴 割裏的线上 凉快地让它 serves 推動它,然後壓在兩邊的紙紙上 現在用髮型乾淨,換它去熱,然後輕微打乾淨 確保你不要太近或留在一位置太久,或你可能會傷害 任何運氣,你甚至會不會發現它在那裡 但你會看到你的能量減少 這個薄膜也很有用 其實你也可以在家庭、Lose 、 家庭用品的地方買到 另一方面其實都很容易去安裝 最重要就是用玻璃擦乾淨 用玻璃水擦乾淨 用雙面膠紙把窗框黏進去 黏進去的時候 你先量度多大 然後才去薄膜剪 剪完之後就黏進去 最重要就是用風筒吹 因為它一定要黏在玻璃上 但你不要太近風筒 不要在一個地方太久 因為太熱的話就要用膠 所以它大概會黏在玻璃上 這樣就可以了 這個好的方法就是 不需要你很特地去換雙層玻璃 或者是雙層玻璃 因為其實雙層玻璃換得很貴 這個是便宜一點 但是你說冬天來說 冬天用完之後 夏天就要剝掉 因為你黏在窗框裡 有時候有些窗 有時候有些窗是開不了 所以如果你推出去的 就沒有太大所謂 但是如果是開了的 就會黏在窗框裡 雖然夏天要剝下來 但是很簡單 冬天就練上去就可以了 我們剛才說了很多關於暖氣和暖爐 然後剛才也說了 大概兩成多 差不多三成就是用在熱水爐裡面 我們大部分時間有兩種熱水爐 一種就是儲水式熱水爐 一種就是積熱式熱水爐 儲水式熱水爐 儲水式熱水爐 顧名思義 就是儲水的 其實很多時候 他們就像這裡 很快 其實最好的話 我可以量度一下熱水爐 那其實有時候 太熱的話 其實會有危險 因為有時候 我們忘記了散開冷水時 即是開熱水 那水龍頭的時間 就會變得很燙 所以其實這時候 大約到55度 就是最好的 量度的方法就是 你開水龍頭 然後放個探熱針 一段時間,即是開了熱水,沒有開冷水,只開熱水,然後探熱針兩量 大概55度左右是最好的,也不會太熱,也不會太冷 另一方面,其實這裡是 Vacation Mode 意思是你去旅行的時間就可以教這個 原因是有一個Vacation Mode功能,即是去旅行功能的原因 就是因為熱水爐,如果你離開了家,沒有人用的話 現在的處水式熱水爐,其實它的保溫能力很高 其實他們已經包得很好,所以保溫得很好 但是你耐不耐用的時間,就會發覺水開始冷了,然後就會發熱 如果你在家裡的時間,就會不斷地加熱水 這樣就會很沙冷軟 但如果你關掉它,又有一個危險在這裡 因為水,即是煲滾了之後,尤其使用得久,很多菌在裡面 如果你關掉它,就會很亂,讓菌生長 如果耐不耐用的話,就會是一個很危險的地方 但如果你去旅行的話,在一個Vacation Mode 放在這裡的時間,就會幫你把熱水爐調到一個溫度可以殺菌 不過又不會太熱,令到你省了很多能源 所以如果你一會兒上完課,然後看看有沒有這個功能 有的話,可以下次去旅行的時候就教這個功能 那這一方面,其實熱水爐保溫很好 但是它的喉頭未必保溫得很好 你看到這裡其實有很多金屬的喉頭 其實金屬的喉頭,尤其是如果太多金屬的喉頭 因為在床很冷,這些喉頭如果外露出來,就會很容易流失熱水 因為它很冷,雖然發覺好像不夠熱 你看看這些說話,說什麼 所以呢,也有些膠邊可以包住它 包住一些鐵就可以了 包住鐵 其實有兩條喉頭 一條喉頭是暖水,一條喉頭是冷水 那麼其實很多時候,你不需要冷水一邊就不需要 冷水一邊就不需要包 那你煮熱水一邊就包住了 那你就知道熱水一邊包住了 那你就會令到那些熱水保暖 那你就不會因為經過一條喉頭就冷了 那另一方面,有另一個就是積熱式 積熱式顧名思義,你用的時候就直接熱,它不會儲水 那大部分時間在加拿大都是儲水式的 除非有些特別的,可能有些積熱式 積熱式顧名思義,就像這樣說,立刻熱的 那你用的時候就自己積熱 那它就不會儲水 那另一方面,它就不會像這裏那樣 調校一個Vacation Mode 那你不用的話,它就不會熱的 那但是最好的話,就是其實那一方面也有些金屬厚的 那就是如果包住了金屬厚的話,就在熱水那邊 那你也會令到你平時不會浪費這麼多能源 另一方面,剛才說了關於省能源 省天然氣、省電的方法 那其實另一方面呢,就是都要... 有些卡卡卡里 那天然氣比較冷 很多時候,我們開冷水的時間呢,我們也會開熱水 那所以,其實呢,如果省水的話呢 不僅我們省水啦,也都是可以省一些能源的 那呢,其實呢,有兩種花灑 有一種是很省水的花灑 那省水的花灑呢,其實你會看到,在水龍頭裏面呢 就會告訴你,是一個Lofo showerhead 這個省水的 那它會寫1.5...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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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平時的花灑就用了20公升的水 其實是很多水 如果你用這個大概10分鐘洗澡的話 時間是用了50加侖的水 大概200公升的水 但如果你用一個省水的花灑頭 大概用15加侖的水 平時你會省35加侖的水 如果剩4的話 大概是140公升的水 是一天 即是一天你省140公升的水 然後如果一年的365天的話 就會有很多很多水 30多萬公升的水 所以這個水 尤其是我們現在在卡卡里 其實都很依靠我們的雪水 所以其實是一個 如果我們省很多水或時間 就會幫助很大 尤其是我們製水的時間 我之前在美國的猶他州住 其實我們是一個更加乾燥的地方 很多時候我們在夏天的時間 尤其是夏天 大家都想草 草地很綠 很多時候就會淋水 但其實我們是一個很乾燥的地方 跟卡卡里差不多 但更加乾燥 所以很多時候淋水 好像卡卡里一樣 都是有規定的 每個星期有幾天 哪一天可以淋草 或淋花 而且晚上的時間 是不准早上的時間 如果你看到有人 早上的淋草 或者淋花的時間 他們就會被人發展 因為早上的時間 天氣很熱 所以大部分的時間 之後就有些水 arise 所以很多時候 他們只可以在凌晨 eager晚上淋花 淋草 所以有時晚上 你會聽到 一些人可以淋草 在凌晨的時間 可以淋草 所以大家的觀察 如果多小費注意 如果十分鐘快些人 可以省些 correr 就會節省很多水和資源和能源 這裡講了很多關於如何節省水和節省電 另一方面我們也希望大家有一個很安全和舒適的環境去居住 這裡有兩個很重要的警報器我們需要安裝 一個是煙霧感應器和一個是化碳的感應器 在煙霧感應器大部分時間已經安裝了 所以不安裝的話你可以去HOME DEPO或LOSO或COSTCO去買一個 其實有些可以在插槽上 有些可以安裝在天花板上 有些可以買一個很流動式的 你插在插槽上 在房間外的冷箱裡 有一個插槽的位置 你插住它 你就可以用得了 有些可以安裝在天花板上 你如果需要換的話 就要找人來換 因為他們有時不是插平時電芯 不是插平時的交流電 所以它需要特別的門 大部分時間 如果是 他們也有一個電芯 就是一個Backup來的 但平時是一個Backup 因為尤其是沒有電的話 它還有一個功能 所以它有一個電芯去Backup 有幾樣東西 就是要留意煙霧感應器 最好就是 它是很大聲的 真的很大聲 希望大家沒有這樣的經驗 但是如果太大煙 煮熟的時候太大煙 或者有時候太大煙的時間 或者有時候焗爐焗了東西 焦焦了東西 它一響就很大聲 不過最好就是 有時候可能睡得倒的時候 如果安裝在床間裡的東西 未必會聽到 最好就是 其實在房間外面的冷箱 安裝一個 起碼有時候 就是它響的時候 就一定聽到 而且最好就是 每個月就是去試一試它 看看它 因為有時候 怕它用不了 或者是失靈了 所以每個月試一下它 試的方法就是 其實它有一個按鈕給你 不是每個煙霧感應器都一樣 大部分的時間 它一定有一個按鈕 就是要測試 就是讓你按下去 當你按幾秒的時間 它就會響 很大聲響 所以 可能 你試一下 每個月 如果它按下去響 響得很厲害的時間 就是它可以使用 另一方面 其實它都要少少 它有時候都要掃一下 吸一下層 因為其實它有一個感應器 有時候太多層 或者太多 太層的時間 它用不了 或者它感應得不好 那就用不了 所以有時候 就罵一下它吸一下層 令到它 需要的時候它就會響 另一方面 它有一個電心 電心裡面 最好最好一年 換一次 那它 真的 當沒有電的時候 它就繼續有電 可以幫到 而且這方面 它們會 有客有期 大概有客有期 十年左右 所以十年就是 試一下換一換 最好就是換一換 找人回來 看看換一換 你可以知道它真的有用 像剛才所說的 你可以去Costco 或者在Home Depot 買一些 直接插在插槽裡 插槽裡 插槽裡 那你就可以放在 不同的房間裡 那我又不會說 每一間房一個 最好就是 有一個Hallway 放一個 或者是 如果你真的 想安全一點 其實你每一間房 買一個都可以 其實它們也不是很貴 有時候 Costco 特價有一批 也不是太貴 有一批 也有兩三個 或者兩個 最多 有時候 其實它和 一樣化碳感應器 其實是在一起的 可能不是一個 就有了 一樣化碳感應器 有了 煙霧 煙霧感應器 兩個在一起 所以 有時候買一個 兩個都有了 一樣化碳感應器 其實大部分時間 就是 其實是 其實是 看不到 聞不到 但是很多時間 有機會 之前有經驗 就是有些人 在一個 在車房裡 忘記關車 或者是 太暖 有時候可能開定車 那 開了車的時間 它流出來的 就叫做 化碳 那它 如果是 或者是 有時候可能 有時候可能 一些熱水爐 尤其是用天然氣的熱水爐 它排得不好的時間 它應該是排得好的 但是 如果有時候有任何原因 可能外面 有隻 小鳥塞了喉 飛進去 或者在那裡鬥 或者任何原因 它排得不好的話 就會有一樣化碳 那一樣化碳 它積聚多的時間 它就算在車房裡 就算開車 真的忘記關 它其實都會在車房的門 流出來 那如果是 耐了一頭的時間 就會令到 那樣化碳的濃度 越來越高 那它就會很危險 所以呢 很重要 我們一定要 就是 安裝一個 一樣化碳的感應器 在家裡 有時候 就像我剛才說的 有時候 一個就包了兩個 所以你可以 看看你的需要 你可能覺得 一個分開的 或者一個在一起 都可以 那另一方面 都是 最好 就是 放在房間的附近 有時候外面的冷行 放在 即是近住你 那 或者是 放一個 放一個 在熱水爐附近 或者是 可能是 一個 房間 樓梯 附近 至少 如果有漏氣的話 都知道 或者是 有一樣化碳的時候 你都知道 都是 它有一個 按鈕 讓你去 每個月 去 測試一下 看看 一按下去 按久一點 它響 就知道 它沒有電 很多時候都會響 很多時間會響 所以你會知道 它有時候會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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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是沒有電 而換電 另一方面 它也會有 有 有效的 所以 有效的 有效的 都是幾年 但很多時候 就看回有效的 有時候 拆了包裝的時間 未必知道 或者有時候 看不到 可能有時候 寫在上面 或者是標誌 你知道什麼時候 要換 所以 一定要換 因為它很久 它也不能用 所以 記得每個月 檢查一下 或者有空 我平時 一個月 我會清潔一下 一個月 按一下 看看 有沒有需要換電 或者是需要 去清潔一下 另一方面 雖然 燈 雖然 雖然 能源 相比起 利用更少 但 很多燈 可以 所以 用的能源 其實 比重 也是一大 其實現在很多時候 LED 燈都已經很便宜 我記得早上10年8年買的時候 LED 燈都很貴 可能幾十幾元一個 十幾元一個很貴 現在去 IKEA 很多地方買 LED 燈都很便宜 它的好處就是 LED 燈用的能源相比少很多 例如 它寫 LED 燈有時可能是 8 火的 即是你會見到 8 個 W 的 8 火的 LED 燈 或者是最正常的 10 火 或者是 20 火 它的 LED 燈的能源相比 平時我們舊式的燈淡可能是 60 火 或者是 100 火 它用的能源大概是 6 火 或者是 100 火 它用很多能源 相比來說 它用 8 火 應該是 8 火 可能是 10 幾火的話 相比來說 同一樣用的能源 但它的效能 功能一模一樣 即是 發出來的光就一模一樣多 而且 LED 燈現在可以有白色 黃色 即是不同顏色都有 你又可以用電話控制 調光暗 很多功能都有 所以 LED 燈用很多 而且 LED 燈用的能源 一方面 它用少一點能源 另一方面 它用少一點電 另一方面 它的壽命長很多 大概是 2 萬多個小時的壽命 但是 平時的燈 例如 省電膽 或者燈 平時是 1 千 或者多一點點的壽命 所以 它用的時間 比較久 而且 一方面 它沒有那麼危險 因為 就算 用省電膽 或者燈用的時間 其實很熱的 這些燈用的都會熱的 這些 LED 燈用都會熱的 因為 它的一方面 也有電子 所以 也會熱的 但 就不會熱到像 這些 要燃手 這些 不知道大家 沒試過 我試過碰一個省電膽都會很燙 適用了一段時間都會很燙 因為很燙 所以如果有盡可能換了一些LED燈膽 一方面用少一點能源 一方面就沒有那麼燙 可能夏天開了很多燈膽的時間就會很燙 而且用很多能源 一方面LED真的用來很多 而是貴一點 但現在的價錢真的便宜了很多 我看到IKEA買有時特價 我不會說兩三元 但是幾元一個真的很便宜 所以可以考慮一下 也真的省很多點 可能當你家裡有十盞燈 有時候我們也想光亮一點 一個燈座已經有三個燈膽了 三個燈膽 你省了60火 這個8火 其實都只剩50火 那如果50火 三個燈膽都是850火 一個 然後十盞燈都1500火 大概已經省了很多 一年年中已經省了很多電 省了很多錢 我們這個RADON RADON其實是一個氣體 是一個有輻射的氣體 其實是很天然的 其實在周圍都有 一些石頭、一些泥都有 但有時候他們會在一個 尤其是在一個 這個Basement裡 就會積聚了很多氣體 如果多的話 其實對身體不好 所以其實現在很多時候都在加卡里 都會說關於RADON 所以有機會就去看一下 其實可以請人來 檢查一下 看看RADON的情況 或者其實你去一些 hardware store 去Home Depot Lose 都可以購買 自己家裡可以試一下 那個RADON 那個輻射氣體的含量 因為其實他們一向都在石頭 或者泥裡有 但是 你也知道 每個地方一定會有些 納粒 所以 最好就是去檢查一下 安全起見 我看過報道 其實卡里也不是很嚴重 不過 時間久了的話 都可以去檢查一下 可以知道 含量會不會太高 對身體會不會有影響 其他地方 另外我們會先知道 設計以電費呈 或加ní ark 有些事情 注意到 其他地方 你也可以分開兩個都可以的 另一方面 其實最重要的留意就是 大家都知道 至少卡加里可以選擇自己的 電的供應商 或者天然的供應商 可以分開兩個都可以的 一個是供應商 另一個是天然氣 另一個供應商 我們會留一個網址給你的 你可以上去看看 怎樣可以選擇供應商 有時候方便的 一個供應商一張單 有時候為了省錢 有時候夏天的時間 有些供應商 因為夏天天然氣很便宜 電費比較貴 因為夏天其實沒有人用暖氣 暖爐 有時候會有些很便宜的 例如 真的好像買屋 五年的 鎖定了一個 Rate 五年都是這個Rate 可能便宜一點 有些東西就是海鮮價 今年可能這個價 不要說今年 今個暑假這個價 今個冬天這個價 所以大家可以自己選擇 有時候都省很多 有些電費單 就會有一個圖表 給大家知道 今年我用電費 或者用天然氣 去年的時間 用這麼多天然氣 或者電費 電費 這個好處就是 讓大家知道 其實我們知道 今年我用了多少 相比去年用這麼少 可能覺得 今年多了人家 或者今年可能留在家 好像現在 我們因為肺炎 所以留在家 久了 所以我們家多住宋 留在家久了 所以用得多了 你知道自己的情況 可能有些時間 可以減少天然氣 可以減少天然氣 可以自己知道 另一方面 就是其他 因為電費用天然氣 其實大部分 就是因為電 和天然氣 都需要去建建一些塔 建一些東西 用來送電 還有送天然氣 那些費用 其實大部分時間 不能減少 就是這一部分 但是可以減少的 就是你用量 就可以減少 就是看你用多少 就減多少 加加利市 裡面 你的電費用天然氣 那個單 就會包括 水費單 也是 你知道大家用多少 其實用少一點的 又省一點 因為其實 那些 污水處理費 其實都需要 因為你用多少 乾淨水 污水處理費 就會扣你多少 所以用少些水的時間 污水處理費 又會少些 它會包含 全部的 垃圾 循環再造 那些費用 就會在這裡給你看 那這裡 你一方面很好 有個圖表在這裡 讓你可以知道 你今年用多少 去年多少 或者 今會用多少 之前的年多少 那你可以知道自己 其實 會不會 尤其是 你這裡 你學到 一些智能的 方法 以來你回家用 你看 你如果有個圖表就很好 這一個月 可能你 可能你 當你換光光燈時或許才能用出水 那時你就可以看到 營養數真的相差很遠 那你就知道你自己運作為萬倍 五所需一個好的圖表提醒自己 別太高興奮 看看自己會只是省動電費、水費和天氣費 巿主bil 我們一會兒會留待網站給你 你可以去這eme 我們一會兒會給你一個網站 然後你可以去那個網站 不好意思,這個應該是未更新的 因為其實應該是 ucahelps.alberta.ca 不是ab,ab進不了 稍後會比較新的網站給大家 進去就可以知道大概 你怎樣去比較不同的供應箱 去找個好的供應箱給你用電和天然氣 有時都可以換一下 雖然麻煩一點點 但有時打個電話去問一下 其實他們有沒有好的供應給你 有時減價他們的優勢 其實都省很多 卡加利市有一個日子叫climate program 就是氣候變化、氣候暖化的program 其中一個建議就是把我們有窗簾 窗簾布其實很好 窗簾布很漂亮 現在真的有很多不同種類的圖案 顏色很漂亮 所以窗簾布除了漂亮之外 其實是一個好的功能 因為好像剛才所說的 窗門裡面有一個駁網 可以安裝駁網 窗簾布其實都是一個好的方法 去幫助我們 去減少能源消耗 因為其實窗簾布 如果你安裝了窗簾的時間 它會隔了一層 隔了一層的意思就是 會令到冷空氣 沒有那麼容易進入你的家 就算是關掉窗簾的話 也會有些能源滲透進來 但是你如果安裝窗簾布的時候 它就會多了一層 令到你的暖氣不需要 所以安裝窗簾布是很好的 尤其是夏天 夏天可以擋下太陽 尤其是我近來 今天只有我十多度 但是可能幾個禮拜之前 有時到早上也有30度 或者再高一點 所以安裝窗簾的時間 有兩個好處 就是夏天的時候 太陽光不會直接曬到進來 寒涼一點 然後在冬天的時候 冷空氣沒有那麼容易進來 令到暖腦不需要 經常都開著它 就是這麼暖 所以窗簾布是一個好的 而且很漂亮 你找不同顏色 黃色、綠色、紅色 窗簾布很漂亮 所以盡可能安裝窗簾布 在窗簾布附近 卡卡利士有很好的回收 以及回收的計劃 他把不同的回收的東西放進去 其實這些都是資源 這些回收的東西 雖然沒有用的東西 但是當我們回收的時間 可以再循環再做的時間 其實是一些好的資源 不過我們就要 確保我們把適合的東西放進去 適合的回收筒 以後大家都知道 綠色的回收筒是放在廚宇 你可以看一下 有些什麼去回收 例如油、不然的物品 的話 其實盡可能就沒有放在垃圾桶 其實是有地方去回收 因為大部分卡卡利士的回收 就是垃圾會拿去堆填 所以其實如果 其實很多時候 堆填的時間 不要在於 其實都需要很多資源去打理 因為很多時候 其實他確保水不會流出去 所以其實他會把堆填的部分 確保鋪填膠在下面 就算下雨的時間 也不會流到地下水 但是很多時候 即是時間久了 那些時間久了的時間 其實很多時候都會流出來 所以或者影響 即是外觀之外又不美 可能有時 如果做得不好的話 會有美 所以其實 最好的話 如果是回收到的話 就盡量回收 可以做一些有用的資源 例如這個綠色的回收筒 其實卡卡利士 他會把它做成一個Compost 即是一些營養物 其實你可以去 今年因為肺炎 大家不能排行 但以往往年 你可以去卡卡利士政府 去拿營養劑 其實它是一些泥的物體 但其實它是一些物質 所以如果你鋪在花園上 可以 即是 營養劑你 幫它去生長 所以其實它們有得派 它們有時可以 給其他人 放在花園上 但如果你放在堆填區裡 等到垃圾桶的時候 這些有用物質就會變成垃圾 然後它們需要很多人力物力去堆填 所以確保你可以回收的 就會回收在擺入回收筒裡 另一方面 在卡卡利士 其實我們的水的資源都很珍貴 所以其中一件事 尤其是我們夏天的時間 可能夏天的時間用多些水 所以可能有少許50% 即是五成水用多 比較在冬天的時間 所以其實夏天的時間 可能是想如果可以的話 就用少一點水 好像現在 其實很多時候 你看到人家的花園 前面的花園 後面的花園 它們有時會用一些假的草 即是綠色的 其實也不錯 因為一年三百十五日 它都是綠色的 即是很綠的 所以又不需要淋水 有時在假花園 看到人家放一些石 放一些樹皮 或者是種一棵樹 亦是節省很多水 所以有機會可以考慮一下 這個也是很環保的方法 又不需要經常淋草 又不需要經常淋草 或者打你 有時你不剪一段時間 草很長 所以又去剪草 也挺有趣的 我又不是說 即是叫大家 立刻去換了假草皮 但有機會的話可以試一下 還有另一方面 最重要的是留意一下 你的家庭的水罐有沒有流水 因為其實就算一滴 一秒鐘一滴的話 其實也會浪費很多水 所以確保你的家庭有沒有流水 有時聽聽它流水的話 就找一些專人 找一些專人來看看 看看家庭如何可以令到它沒有流水 有時你都會看到 有時水錶裡面都會看到 如果你流水的話 為什麼會在動 但是你沒有開水後 什麼都沒有開的話 可能會在動 就算熱水路也沒有在動 可能會在動 知道可能有地方在流水 所以這個是更重要的 因為其實流水方面會影響家庭 即是每天都會有達水 另一方面會浪費很多水 剛才我們說到 我們會有個問卷 其實我會有個問卷 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填 或者是我發給你們 然後家庭人幫忙 一起填 有一項 一會我們都會一起看 一項就是問你想想要一個節能的套裝 這個節能套裝 就是需要你再填多 就是總共你會填兩個 要填兩個問卷 一個問卷就是說 你稍後會填 問一些個人資料 那些個人資料 都提一提大家 就是那些個人資料 我們就不會透露給其他人聽 那些個人資料 只是我們用來評估一下我們的計劃 做得好不好 另一方面 我們就會給我們的資料 我們的贊助商 其實是知道我們那個 做得我們的計劃 去哪裡跟人說 這些節能的方法 亦都是另一方面 就是看我們評估我們的計劃 做得好不好 看看有沒有地方需要改善 所以我們不會 就算你給了電郵地址 我們都不會每天發電郵給你 我們不會狂發電郵 或叫你買這件事 因為我們是飛過來機構 我們只會三個月左右 我們會再發電郵給你 問問這三個月內 你有沒有做一些智能的方法 即是智能的東西在我們的計劃裡面 學到智能的東西 你有沒有做 你會做得不錯 我們會每天發電郵給你 看看我們計劃的效率是不錯的 所以不用擔心我們不會每天發電郵給你 就算你也不會給任何資料 其他人 你不會收到其他 即是有些 你可能現在給一些電郵地址 其他公司的 可能每天都會發電郵給你 但我們不會了 我們只三個月左右 可能會發一次電郵給你 如果你想要的話 就在最後一項 就說想要 我到時就會聚意聯絡你 就會再發電郵給你 再發電郵給你 你再發電郵給你 我們就會安排 我們可能要看看 因為現在肺炎問題 我們可能要看看 怎樣安排送給你 可能我們專門送給你 或者我們給了MCP送給你 我們會再談 因為看看有什麼最好的方法送給你 裡面又是有兩個LED燈膽 你看看它是9火 你看其實它雖然9火 它用電量9火 但其實它的效益有時可以達到60火 所以它使用的火數是相當少 但它的功能其實一模一樣 這裡不足夠你整間屋的 只是我們給你一點點 想試一下 然後你可以去HOME DEPO 或者LOSE 可以買多一點 這個是一個哲人的水龍頭 抱歉 是哲人的花灑頭 這個就是用水龍頭 剛剛加進水龍頭的最尾 就是扭上去 這樣就用少一點水 然後這個有一個 有一個Foam 有一個膠邊 這個膠邊就是給你用在熱水爐 那些金屬管裡 可以包住這個金屬管 令到它不會流失了熱水 然後一方面 這裡有些膠邊 就是給你用在窗門 以及門裡面 可以試一下用 另一方面這裡有些小卡 這些卡是可以放在雪櫃裡面 知道你的雪櫃那麼多冬 另一方面 可以試一下溫度計 可以試一下水那麼多熱 這裡另一個就是薄膜 你可以連在窗門 以及連在插槽 插槽也會流風 因為插槽好像很密風 但其實插槽後面就是一個洞 洞裡面就是一個管 外面就是一條電線 一直撥撥撥撥出去 然後其實天氣冷的時候 其實都會 如果你摸一下天氣冷的時候 其實插槽會有風 或者很冷 其實尤其是我們一間屋裡 可能也有三十個插槽位 可能有時會比較多 所以其實都會 如果真的黏了的話 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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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風流出去 所以 尤其是 冬天的時間 所以這個 是免費的 我們就是 一會兒填文卷的時候 我們就會問你 想不想要這個 智能套裝 想要的話 我們會再通知你 再發電郵給你 有一個 又是一個 文卷 你要填的話 我們就會安排 送一個 免費的智能套裝給你 這個智能套裝 大概八九十元 就是加幣 所以 都很多東西在裡面 可以嘗試 好 問題 大家有沒有問題 歡迎問 不要鎖 大家有沒有問題 還有我同事已經留了電郵在這裡 有什麼問題的話 你可以電郵找回我們 還有這一方面 我同事也發了一個 一些網址給大家 可以去看看 例如 卡格利士的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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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氣候變化的 那個program 有什麼可以在裡面看到 有什麼省水 省電 還有另一方面 最重要就是 有一個 卡格利士 它有一個回收的 回收的網頁 就可以知道 有什麼可以放進回收桶 或者有什麼需要去 一些回收中心 可以回收 還有這方面 我們有一個網址給大家 就是 如何比較你的電費 天然氣的供應商 看看哪裡可以有 一些好一點的 或者有什麼好的 網址給大家 我相信有很多超過65歲的Cenia Cenia有沒有水電費的補貼? Cenia沒有水電費的補貼 Cenia我真的不清楚 不過知道應該是沒有的 不過我可以再找一下幫大家寫下 然後再回覆大家布貼 我知道應該是沒有的 大家知不知道有沒有 應該沒有 因為我不知道 Cenia你住過猶太州 美國的電費是比我們便宜的 一個單位房子都是四十多元 為何我們Cenia可以去到二百多 甚至冬天可以去到四百多個房子 是否它漏很多空氣進來 或者不夠綿 那些綿都是Po-Technic的房子 暖的 是嗎? 是 應該是怎樣才知道自己的房子 要使用多少電 並且唐人通常都很節省 我們把洗碗的水就沖廁 抹完地沖廁 都還要交這麼多水費 那怎麼辦呢? 水電費 是啊 這是很好的問題 經驗 對我來說 尤他州 我有一時尤他州的電費 其實水電費 我來到卡卡里 我都覺得 這麼貴 是啊 有兩部份 你看到電費單 或者天然氣單 其實有兩部份 剛才說過 一部份 就是你用多少給多少 另一部份 就是送電 或者電塔 所有的東西都要錢 其實它會充電在裡面 那一方面 其實在B.C.來說 B.C.的電費便宜一點 因為它用水電發電 所以我們大部份時間 這裡就是 石油氣 煤 天然氣 所以會貴一些 所以他們相對說是便宜一點 我看到同事 B.C.的那些 電費很便宜 所以 我們看回我們兩部份 如果你用電的部份 就可以看看你 可能用少些 省一點 就可以改善 但是你說 他們送你 我部份 或者是電塔 我部份 其實不能減 所以其實很大部份 就是很大部份 其實是去了我邊 所以 我們唯有做的話 即我這些也改變不了 唯有做的話 就自己省一點 省一點 對 不過另一方面 我留意到 其實電費 有時可能 你看看你的暖爐 是用天然氣 還是用電 因為天然氣 的話便宜一點 其實理論上是便宜一點 即如果你有時可能 我試過 其實有一段時間 就是 不如省一點 我的房間 我放一個電暖爐 然後 只開了房間 然後把溫度 調低一點 發覺其實我的電費更貴 因為那些電 我那時候 電的電費更貴 即是貴天然氣 反而我用天然氣 即是用那個 暖爐 即是用中央暖爐 用高一點 反而更省 我把電暖爐放在房間裡 因為電暖爐 原來用電是貴很多 所以 所以 效率 效率就好一點 所以 看看你的暖爐 因為大部份時間 大部份時間 蓋子都是用天然氣 但有些機會 就是用電 所以你看看你用電 一定是用天然氣 所以調教 原來 有時真的開過中央 你可能還會省下 你把暖爐放在房間裡 因為就是事故 那個月真的貴很多很多 因為用電的關係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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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適合這個情況 就是 其實 可能 你用一百元電 一百元 然後一百元 就是怎樣送電 電 建築 電塔 那些錢 就是用一百元 這一部份 沒有什麼都可以改 對 對 因為退休後 你的收入是有限 而且 怎樣節省都節省不到水電 你必須要交的 對 對 對 做少少 但是我覺得 我們這個 阿省政府 只會拿錢 溫哥華做得很好 只是地稅有三個部分 一個是自住 或者租 或者専尼 有三個不同的地稅交費 専尼的地稅是很便宜 自住又便宜 你租屋就貴些 是給你去 你的居住 或者你租人家的屋 就會選擇租人家的地方 去交地稅 而我們這裏不同 我都不明白 希望將來有個program 去談談我們的地稅 如何支出 對 之前也好 之前 我想每個 看下 市政府到時 看下換屆 看下換屆 其實之前也有 在太陽林板 之前也有補助 但現在是補助 電車之前 好像都 不知道有沒有補助 不過 B.C.的話也有補助 這些地方有補助 所以 會好些 希望下屆的政府 或者是 內屆的政府 會多一點關於 這方面的補助 因為真的需要 長遠來說 其實全世界都需要在這個 加拿大 但是很多先進國家 都已經開始 用一些能源 在氣候變化 在氣候暖化 在氣候變化 都需要幫忙做些事 所以 我希望內屆 內屆政府 也會做多些事 在這方面 提供多些補助 推薦也好 也好 資助也好 也好 希望大家都用多些 關於 用少許的能源 可能用少許的補助 希望 希望 以一個 支持環保的組織 希望這件事 政府也能做到 剛才說的 那個探討 是不是 那個田屌那個呢 是 我會寄這個表給你們 你們哪個要 免費的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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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ly要是嗎 我可以 還有誰 我寫了你 Ena Ena Cherry Cherry 我不要 Helen呢 要 Helen Helen 你的姓什麼 我姓珍 Z-H-A-N-M-I 我也要 Lisa 我想問 那個 那個叫什麼 我先沒有 什麼? 玻璃的膠紙是否叫保鮮帽? 叫什麼名字? 玻璃的膠紙? 膠膜 膠紙應該叫什麼名字? 什麼時候好? 膠膜 冬天最好 即是樹的時候是貼嗎? 對 對 因為它是幫助我們隔冷空氣 冷空氣 夏天就黏不下去 因為夏天 黏了之後會不會有水蒸氣呢? 不會的,這是一個好問題 因為黏了的話就是令它沒有水蒸氣 即是它多隔一層膜 所以就黏了 如果不黏的話就會有水蒸氣 黏了就沒有 OK,明白,謝謝 我想問如果周圍都封住 沒有空氣就不太好 它黏著玻璃 雖然它黏著玻璃 我知道,但是你剛才說 門櫃都黏了 那我家裡就有一個 其實理論上 在家理論上設計 一定會有空氣進來 除非你把布鮮紙包起來 那它沒有空氣進來 但其實你又不需要所有都黏 如果你真的覺得焦 你會留在房間裡 可能一兩張 一些地方 我們多數都會開一些窗 對,開一點窗 對,一點窗也好 但可能在床 例如床 你很多時候都不開窗 這樣就黏著它 不用的地方就黏著它 用的地方就留一兩隻 平時可以開一三下 OK,好,謝謝 謝謝 謝謝 這個Lisa是Lisa Leong 是嗎? Lisa Leong 打個AMG 我會發表給你們 然後 你電郵過來 你的包東西 他們會送你去你的家 好,謝謝 謝謝 謝謝 我們不認識田 美,怎麼辦 你不認識田 你不認識田 我不認識 你不認識田 找Kelvin Kelvin Kelvin, did you provide your contact information? Yeah, I did say Let me see if I have my email address Anna 剛才你說的10月1號 那個 10月1號 那個 你要賣 如果你多個 如果你那些 你那些 你那個桶裝不下 你要賣 那個 他們叫做Tag 你要賣那個牌 是啊 所以那些人不知道 你可以去co-up那裡賣 co-up? 去co-up那裡賣 你每一個牌 一個牌 一個袋 一個牌 一個袋 是嗎? 連那個袋也能賣 那個袋不可以超過26寸 就算是3元 你不可以太大 那包東西 也有限制的 哦 26寸 不可以大 可以超過26寸 And then 不可以超重 獅子說 如果你一個手 可以拿得起那包東西 你就可以拿走了 如果你一個手拿不起來 你不要拿出去 哦 原來這樣 謝謝你的資訊 那是否 那些人多了垃圾 擺出去才收錢 沒有多的就不收錢 如果你的桶放不下 你才會收錢 啊 明白明白 那我告訴我的朋友 那你每一包 就在桶的旁邊 就可以了 是否一定要透明膠袋 嗯 不一定要 只要你的尺寸 標籤 我這裡沒有說 總之是 那個標籤 三元一條帶 那就是那個人工費 那就是那個人工費 那你黏了那個 那個 tap 上去 就是表示你給了錢 給了錢 對 那不是買個tap 的時候 你送了一個 三元一個tap 他送了一個膠袋 我會加一個tap 給你 我想不到 還是買個tap 是黑色的袋 你普通的垃圾 其實那個袋 那個袋 不需要特別的袋 總之你的袋 你不要超過它的大 你不要超過它的重 你什麼袋 他都不理你的 噢 那些黑色垃圾袋 對 不要超過26x35 不要超過20kg 那你就可以了 噢 那是啊 如果太重 就是過重的時間 那個膠袋都會弄 對 對 那你不用拼它 就是說你一個手拿起來就可以了 你一個手都拿不起來 你不要拿出去丟 他們很大力的 所以就 如果我們拿不起來 如果我們拿不起來 可能他們真的拿不起來 我見過你很多時候單手 不然我丟 家裡的最大隻那個 看你拿不拿得起來 我想問一下 你們現在說的是 一個垃圾袋裝的一袋重量 是不是這個意思 是 現在10月1日開始 市政府不讓你太多垃圾 如果你的桶裝不下 你要放在外面 你就要放在袋裡 就要放在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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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元 3元一個 OK 好 如果要放在外面 就要放在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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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其實這個是 這個 我認為 大家不要太多垃圾 就是 你垃圾桶放不下 就要放在外面 尤其是現在 最近 因為開始冬天 很多人清理 花園的垃圾 不夠 所以 有些人在說 如何處理它 因為有些樹枝 已經塞幾條 已經滿了 所以 就是在說 如何去做 Den 你要不要Den 那個免費那袋 要不要 不需要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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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 Kelvin 多謝 沒有問題 好高興認識你 希望有機會再見 謝謝 身體健康 我會發電話給你們的了 OK 謝謝 OK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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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 we need to debrief Kelvin and Jasmine? We could talk about a little bit if you want to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導入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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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t he's stationed in edmonton so i i think he can do it but i'll talk to you to make sure okay yeah yeah i i learned something myself too so thank you so much you know thank you appreciate it hopefully yeah i hope this was enjoyable for you jasmine some more yeah we do provide different languages so it's like jasmine um can provide arabic and we do have okay different kind of languages so if you need like if you have 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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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t sure it's only chinese but we do have like um yeah mentors speak different languages so if you need hindi bonjabi yeah 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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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 have quite a few from india and pakistan as well but they they will generally attend the english session though oh yeah if there's anything yeah so we usually need even though we have people from so many different countries we usually need only the english or the chinese languages yeah so but yeah yeah this this was very very interesting so thank you so much you have a very good different people so we can just uh we do it with the english or countries if they are different people they are interesting in listening again so we can do it again okay yeah yeah we we should do this we should do this probably some like in in about three months time because you get different people attending sounds good yeah so we can we can do because we have over a hundred seniors attending in the program we only have like less than 10 percent attending but we still have if you combine the two groups we have 25 today if you combine the two groups as as one one program we have 12 for the english group we have 13 for the chinese group so we can do with the other people yeah okay okay so let me know about the mandarin i will definitely i will i will send email to help you and then you know okay thank you thanks for having us thank you appreciate it yeah enjoy your day bye you have a good day thanks bye